公元280年,近五帝司马延灭亡东吴政权,三国正是归于一统,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近百年的战乱中被终结,晋朝正是实现统一并逐渐步入盛世,太康之志就是始于280年,持续十年,这是晋朝唯一的盛世。 公元263年,司马昭主导的曹魏政权灭亡蜀汉,经统计当时全国总人口不足一千万人,到公元282年,西近全国总人口约三千万人,其中六分之一是胡人,也就是五百万胡人,由于中原人口减少,胡人逐渐内迁中原及与中原接壤的边境地区。 太康之志随着晋武帝司马延的去世而终结,仅仅十年的盛世很快就被挥霍一空,晋武帝司马延临终之时,出身红农杨氏的全臣杨俊联合皇后篡改诏书,杨俊自封为唯一的辅政大臣,同时自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君士,路上书士,总览朝政并开始善权。 杨俊的善权引发了皇后贾南风的不满,贾南风联合楚王司马尾发动政变,杀死杨俊,诛灭三族,由此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之后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尾,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炯,长沙王司马义,成都王司马影,河间王司马鱼,东海王司马月等皇亲国期开始一场持续16年的动乱。 八王之间相互残杀,导致了一场浩劫。 整个八王之乱期间,西晋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朝廷再也无力控制地方,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人口大量减少,湖人开始组成政权向西晋开战,最终拉开了五湖乱华的序幕。 五湖乱华的过程分散不走。 第一步,永家之乱,西晋灭亡。 八王之乱打到最后,东海王司马月成为胜利者,武力征伐之下,司马月并不得人心。 与此同时,由匈奴人组建的汉赵政权开始不断对西晋用兵,司马月以讨伐石乐为明帅君四万驻守向城。 正在此时,进淮地下赵号令天下兵马讨伐司马月。 司马月在忧郁之下病逝,石乐听说后率军攻打向城,司马月部将带着其灵鹫凿准备回师洛阳,石乐率领轻其追击并打败禁军,然后用弓箭射杀禁军。 十余万禁军,百姓,宗氏及王公大臣被杀,数位司马氏宗王被杀。 司马月手下的军队当时是晋朝最后的主力,也是唯一的主力,这支军队被歼灭后,晋朝已经无力对抗汉赵政权。 随后不久,汉赵政权的军队包围了洛阳,俘虏了晋怀地。 在此战中,西晋朝廷大臣、士兵、百姓被杀数万人,洛阳血流成河,这一年是公元311年。 五年以后,汉赵政权的刘耀率军攻打长安,长安粮食不足。 出现了同类相识的景象,在万般无奈之下,晋敏帝投降,没多久被毒杀,西晋正是灭亡。 中原地区大多落入汉赵政权的手中,汉赵政权以匈奴人为主,还有部分杰族人、敌人、枪人以及胡话的汉人。 西晋灭亡后,石乐继续扫荡北方晋朝残余势力,先后击败了冰州刘昆,幽州段匹迪、济州王郡,同时由于石乐功劳太大, 引起了汉赵政权皇帝刘耀的猜忌,随后汉赵分裂为前赵与后赵,石乐的后赵政权击败了刘耀的前赵政权,统一了北方及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北方进入五湖十六国时期,南方则进入东晋。 第二步,一关南渡,东晋建立。 所谓的一关南渡,指的是尽是灭亡前后,北方的皇族、士族、大臣、贵族、百姓也为战乱而渡过长江来到南方。 司马瑞在狼牙王室王岛,王敦府左下,再建康定都,史称东晋。 东晋完全是一个傀儡政权,皇帝大多被出身士族的权臣所控制。 司马瑞建立政权之处,大量中用北方士族,比如狼牙王室、抗农桓室、颖川宇室、陈俊械室、打压江东士族,比如异兴州市,不同世家之间对政权的争夺引发了东晋政权的不稳定。 东晋103年的江山同样是战乱不止。 第三步,政权更迭,战乱不止。 届时难度之后,中原及北方均被胡人政权所占据,由于胡人建立的时间都不长,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北方汉人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 而身在南方的东晋政权同样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平衡,实时引发动乱。 实乐的后兆政权基本上统一北方之后,进行了残酷的统治。 实乐是杰族人,其政权内部民族成分复杂,有匈奴族人、杰族人、低族人、枪族人、鲜卑人、汉人,又与不同部落的胡人发生战争。 实乐去世后,其次子石洪即位为帝,政权掌控在石乐堂直石虎手中镇守关中的河东王石胜,镇守洛阳的石朗因为不满石虎擅权,都起兵讨伐石虎,先后被石虎击败。 石虎将关中的十万户低族,枪族人迁移到关东居住,以补充当地人口的部族,同时还任命枪族首领姚义仲为奋武将军,西枪大都督。 不久石虎篡位称帝,他是一位标准的暴君,石虎统治下的后兆政权横征暴敛,家众磕损杂税,随意屠杀百姓与大臣,抢征各地美女,并大修宫殿,后兆很快就衰弱了。 石虎因为与太子十岁有矛盾,便把自己儿子十岁灭族。 十岁被杀后,石虎立儿子石宣为太子,然后让另一个儿子石涛掌握军政大权,结果引发了儿子之间的相残。 石宣杀石涛,石虎又把石宣灭族,把太子东宫的官吏差一数千人全部车裂。 太子宫位是十万余人被贬到梁州守卫边境,其中一万多人被迫起义。 石虎动用了后兆的全部力量才平定。 石虎去世后,幼子石室即位,石虎帝九子石尊联合姚一众。 石虎、石宣等人攻入夜城,杀死石宣,自立为帝。 石虎的另一个儿子配王石充建石尊自立为帝,颇为不服,也有样学样。 起兵反抗,结果兵败被杀。 石虎的养孙石敏因战功卓著,逐渐掌控了后赵军政大权。 篡位称帝的石尊没有儿子,本来答应立石敏为太子,后来又实验立侄子石衍为太子,导致石敏不满。 石敏与石尊相互猜忌,不久石敏发动政变诛杀石尊与石衍,改立石建为皇帝。 中领军石成,是中石起,河东太守石徽等石氏皇族因不满石敏专权,准备起兵讨伐石敏。 石敏失败被杀,后召龙襄将军孙福都集结了三千结兵想要杀死石敏,也失败被杀。 石敏本是汉人,也为其父是石虎的羊子而投靠胡人。 现在石敏见胡人反对自己,因而不相信胡人,并下达了杀狐猎。 凡胡人胆敢动用兵器者一律斩杀,凡斩杀一个胡人首级送到凤阳门的,文官禁卫三等,五直都扔衙门。 此命令一下,导致胡人被大肆屠杀。 据史书记载,被杀胡人的二十余万人,石敏手下的后召军队开始肆意屠杀,长得像胡人的汉人甚至也被屠杀。 至于石氏皇族则被石敏杀了个干净。 石敏将自己的性改为冉,并建立了冉卫政权,而石乐建立的后召政权则存在了三十三年,经历了七个皇帝。 冉卫取代了后召,但并没有继承后召的大部分领土。 而且冉卫存的时间也很短。 只有两年时间,冉卫是汉人,冉卫作为汉人政权在北方显得格外突兀。 冉卫为了立足向东进求援,但并没有得到东进的回应。 此时北方的鲜卑人已经崛起。 石虎的儿子石敏连和枪族首领姚义仲和鲜卑族前燕皇帝慕荣郡攻打冉卫。 冉卫虽然勇猛善战,但奈何周边都是敌人。 最终被慕隆俊俘虏,不久被杀。 冉卫政权的都城叶城也被鲜卑人建立的前燕政权攻破,冉卫灭亡。 而石滴也被齐步将刘贤所杀,后召于351年正式灭亡。 冉卫于后召灭亡后,前燕占据了中原,前秦占据了关中,前燕是鲜卑人政权,前秦是敌人政权。 此时正值东晋全臣环温北伐,东晋攻占了洛阳及四周、衍州、青州、羽州、环温撤军后,前燕又占据了这些地区。 前燕与东晋为争夺中原爆发多次大战,这也是东晋的高光时刻,环温再次北伐仍然失败。 公元370年,前秦灭亡前燕,占据了关中,河北与中原,前秦是敌人政权,其首领福红最初依附汉赵,汉赵灭亡后又依附后召政权,后召灭亡后,福红投靠东晋,在战乱之中,前秦占据了关中,建立了政权。 福建上台后,任用汉人王猛为相,以关中为基地,逐渐强盛起来,东灭前燕,北灭带国,西王仇耻与钱梁,还派遣大将吕光征伐西域,逐渐统一了整个北方,还攻下了东晋的梁州与义州,前秦整合了匈奴人,鲜卑人,杰人,敌人,羌人与汉人,开始发动对东晋的战争。 王猛去世后,前秦出动二十万大军,号称八十万人,发动了对东晋的匪水之战,结果被谢玄,谢氏领导的八万北府军打败,前秦退回长安,两年后福建被叛将姚长杀死,前秦灭亡,前秦是五湖十六国时期最为强大的政权,已经统一北方,击败东晋就能统一华下。 前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民族成分复杂,肥水一战失败后,前秦迅速土崩瓦解,归附于前秦的不同湖人部族,开始独立并反抗前秦,枪族出身的姚长击沙福建后,建立了后秦政权,顶都长安,还击败了西安政权,后秦存在了三十四年,后被东晋大将刘豫灭亡。 前秦灭亡后,先卑人建立的北魏开始崛起,肥水之战三年后,先卑人拓跋归称戴亡,重建戴国,顶都圣月,进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十五年后称帝并迁都平城。 金山西省大同市,改国号韦魏,史称北魏,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涛统一北方,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 从西晋灭亡到北魏统一北方的一百多年中,北方先后出现了二十多个政权,少则二至三年,比如阮魏,多则上百年。 比如北魏,这二十多个政权分别是,汉照,前梁,成汉,前兆,后兆,染魏,北梁,西梁,后梁,南梁,前燕,后燕,南燕,北燕,胡夏,前秦,西秦,后秦,段旗,宅魏,仇旨,西燕,乔蜀,乔蜀,其中前梁,西梁,北燕逢氏,染魏,乔蜀,是汉人政权,汉照,前兆,胡夏,北梁是匈奴人政权, 后兆是截人政权,前燕,后燕,南燕,西燕,北魏,段旗,西秦,南梁,是鲜卑人政权,前秦,仇旨,后梁是帝人政权,后秦是羌人政权,宅魏是丁陵人政权。 五湖十六国政权其实都是胡汉混杂,是真正的民族大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汉照政权,由匈奴刘渊建立,其构成非常复杂,有匈奴人,截忍, 汉人,敌人,先卑人等等,十六国政权没有哪一个是单一民族,全部是混杂的。 在持续上百年的乱世中,不停地爆发战争,战乱频繁,人口损失巨大,经济,商业,手工业受到重创,人口锐减,北方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史书对此记载是实不存一,直到北魏统一整个北方,北方才开始安定下来。 北方如此内乱,南方也没有闲着,东晋内部也是叛乱不断,掌权的世家大族不断发生战争,公元322年,权臣王敦发动叛乱,击败东晋朝廷的军队,诛杀大臣,并控制东晋朝廷,一度准备取代东晋自立为帝,但未成功。 权臣环温掌权期间,两次北伐,一次成功,一次失败,环温一度想掌控朝廷,被谢氏与王室阻止,环温之子环玄逼迫近安帝善让称帝,建立环储政权,后被刘玉平定。 公元399年,东晋爆发了五斗米教孙恩聚众叛乱,杀东晋官吏于百姓,后被刘劳之,刘玉平定。 孙恩被杀后,卢巡继续叛乱,12年后才彻底平定,东晋最终被北斧军将领出身的刘玉取代,刘玉建立了南朝宋政权,取代了东晋,南方进入宋起良辰的朝代更迭。